保齡中毒案現在有重大進展了 北市府證實在保齡茶室新義A13店 送驗的相關急診 呈現米酵菌酸毒素的陽性反應 也就是說污染源來自於餐廳 包含廚師的手部 砧板及刀具 都驗出米酵菌酸 代表說它一定就是哪裡交叉污染來的 包括更多食材 包括更多環境 各方面都要採檢 毒素到底從哪來 米酵菌酸是由唐昌普博克氏菌生長合成 超過條裡面有米酵菌酸 不是因為是米製品 而是因為裡頭加了玉米澱粉 摊開中毒個案 可以發現從3月19號開始到24號 陸續有人送醫 這期間只有20號沒出事 原來是當天正好拆封一批新的食材 不只只有那個氏菌 還有包括種種的環境下 它才產生變成米酵菌酸 要溫軟 溫度在22到33度 然後PS在中性7.0 而且它鹽巴鹹度是2%以下 包裝帶上的那個所謂的產品的一些標示 雖然有標示 但是據說雞茶園抹了一下 那個標示的漆就掉了 所以標示那個雞茶園的回報是 看起來它的食物的保存等等 不是很完整 當下也有看到一些鍋載條 它是放在室溫之下的 是一連串的意外導致兩死悲劇發生 相關單位持續調查真相 要給死者家屬一個交代 歡迎新聞 林博安彈圈在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